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兴趣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基隆参与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场大型科学盛宴 在35年以后 轮到基隆可以再拜 那我觉得很感动是我们教育处跟所有单位协调 包括海科馆 海洋大学 还有很多企业主 让每一个人愿意来基隆看这么棒的展览 去年在新北拜 那我们很希望这一棒接到我们 我们让每个人更喜欢基隆 也看到科学展的真正意思 教育部次长林明玉也邀请国人到基隆享受一场科学之旅 同时感谢基隆市长与副市长对教育的支持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来推动教育建设 基隆当然是他我们部里面有特别支持一个海洋科学馆 是一个最新的地标 那对于海洋科技 对于相关的科学方面 大众科学的普支 推广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当然金融市政府各级学校都非常认真 尤其是市长副市长对教育非常支持 我非常的感谢中央地方协力来推动教育建设 科教馆馆长刘火钦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科展在台湾头首度恢复实体举办意义非凡 除了让科展活动与夏季旅游结合 兼具休闲与教育功能 金融市近年来在科展的表现 也印证鼓励学生就实作探究学习的成果 基隆在科学教育的领域 它是一支符合了新课纲的精神 就是探究实作 鼓励学生的话亲手去做 亲自去观察探索 然后这些的话前面的这些步骤有了以后 后面的这些科展的成果才会出来 我想说符合新课纲的一个精神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这场位于海洋大学娱乐馆连续七天的科学盛会 包括22线市的参展作品竞赛 一般民众参加了54个闯关摊位 4个主题馆 首座教室工作坊 及科教馆行动科学巡回车展示的科学教育博览会 金融市政府也特别推出结合金融海洋文化历史 与科技探索的科学之旅 期盼让各县市参展资深实际体验金融之美 在围棋我们从7月24号一直到7月30号 我们这么长的时段里面 除了有大师的开讲 我们本来的科展活动 我们有那个科展之业 那同时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各县市都可以彼此的交流 那最重要的也是邀请各县市 来到基隆比赛就看看我们基隆的美 留住我们基隆的眼之后呢 可以在未来为我们的基隆 可以把我们的承办的诚意 还有我们这次办理的荣幸 然后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所有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最重要的也让各县市看到我们基隆 你好厉害可以飘出来耶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会现场还有金融市国教辅导团 摆摊邀请大小朋友 透过观察与实际动手作体验科学魅力 包括海洋团的有恐虫大揭秘 自然团的达文西飞行器解密 及科技团的水晶摇摇等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排队等着体验 好玩又有教育意义 很获家长学童肯定 很棒啊 而且他们会静下心来去 真的去看一个就是显微镜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是安静很久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知道他是尸体之后就觉得不漂亮 在以前有看过吗 以前还没有 觉得好不好 好玩 我会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多让小朋友多接触 科学薪资对小朋友算是不错的活动 教室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国各县市的参展作品在经过竞赛评审后 将于7月28号起开放展览 欢迎博人活动期间到基隆来一趟 丰富有趣的科学之旅 体验基隆在地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被美国CNN列为世界15大自然奇景的蓝眼泪 还有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 以及猛宠明星大秋梅花鹿 马祖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为了推广当地观光旅游 连江县政府将于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中 透过影音及展示内容 结合农鱼特产品以及好康活动 让台湾民众认识马祖的人文 及自然景观风采 我们特别是空运来台的淡菜 空运来台的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 台湾有双冬姐妹花的檳榔 我们是双冬茶 包含的金银花跟我们的两种的花 加在一起非常的好喝 另外淡菜是直送的 现场可以试吃淡菜 我们适应马祖特别是 得到双金牌的高粱酒 当然我们也特别是农村的好物 马祖的好物有很多 我们会在现场 特别为了这次的餐展 有一个娃娃机 来夹马祖的好物 当然如果你在现场 你要采购马祖的相关 特别是淡菜的话 我们有特别加值直送到台湾 世贸义馆的现场来 如果你买了我们相关的产品 有机会可以抽到 马祖这个栏杆来回的机票 我想物超所值 另外交通方面 在飞航及船班都有新航线 方便往返马祖及台湾本岛的旅客 开启全新的岛屿之旅 今年我们华信航空已经飞了 特别我们当然利润航空 这持续一天都有十几班 还有我们新台马轮 海上的蓝色公路 那么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么游轮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带车子过去 带你的家当 甚至于你也可以到马祖来露营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南北之星 一号二号在台北港 那么也会有这样的游程 那么从台北港到马祖 两个小时又50分钟 非常的快速 在马祖相关旅运业者 农鱼产业业者 以及马祖酒厂热心准备下 连江县政府欢迎各地朋友 7月14到7月17 到台北世贸一馆旅展 参观体验马祖的特产及旅游资讯 更邀请民众到马祖游玩 品味马祖独特的自然之美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为防止社区中久病不遇长者或情绪困扰的青少年 利用手边囤留的慢间药物或药局成药 进行自我伤害行为 台北市卫生局7月起与台北市药室工会合作 结合638间社区药局及药师 宣导1925安心专线 并主动关心慰问前来领药购药的民众 因为用镇静安眠药这些来自杀身亡的民众 这种自杀死亡的方式在我们台北市是排列第五年 虽然它不是那么高 可是我们用111年跟110年来比较是有上升的趋势 那所以不管是全国或台北市 因为镇静安眠这些药物的使用自杀 伤害自己然后自杀身亡的数字都很在上升 我们接下来会跟我们12区的社区药师 那我们会通过我们本府的自杀防治中心 那会有假师跟社区药局的药师 来进行一些像自杀守门人的教育训练 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社区的药师增加敏感度 台北市药师工会理事长张文静表示 台北市有1260位社区药师 药师们在日常针对行动不便或久病不遇的慢性病长者 会借由到宅送药药物咨询时给予关怀 如发现忧郁倾向或失智症前照者 也能及时提供筛检评估 并主动转借医疗资源 我记得我在30年前开始职业的时候 我刚好在伴随马街对面的药局 自己在社区药局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应该是在照护病人的 那有一次他刚好到药局来收拾我的当班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很疲累的样子 我只是问他一句说 啊 照顾本来很辛苦 我只这样讲而已 他崩溃大哭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这些照顾病人的家属 其实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社区药局确实 我们在临床上一直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病人 不管是没有拿到处方的这些陪病家属 或者我们社区药局常常接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 精神科的疾病的药 或者甚至有一些民众 其实他本身其实心理上面有问题 但是呢 他并没有正确的就医 那我想我们可以发挥我们 在这个自杀手能源的这一个角色 来协助我们的民众 卫生局呼吁民众如有身心困扰 除了可以就诊身心科 或向就近社区药局寻求协助外 也可以主动致台北市心理资商门诊 寻求专业协助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导 非常好吃 而且又安全卫生 然后贡献给最好的 全台湾的消费者 全联通路的消费者 台南芒果享誉国内外 尤其今年芒果产量平稳 价格实在品质又好 台南市长黄伟哲北上到台北 和超级市长合作 攜手推荐民众吃当季水果 切片鲜吃做成甜点都十分美味 我刚从日本回来 从日本在接触到日本的消费者 他们对我们的芒果是非常非常的喜爱 真的是我在日本的超商看到的日本的消费者是一直一直排队在买 然后大概一小时就完售 然后提代率百分之百 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好吃的芒果 人家外国的朋友都一直非常非常肯定我们 那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更是 这个人家都吃得到 怎么可以不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消费者吃到 所以呢 就刚刚跟我们跟联青合作 因为联青是外销公共人 他们种出来的芒果都是外销等级品质的 有经过药检 有经过这个很好的 这个严格的把关 这个不管是品质 不管是安全性都是最高的 所以呢有最好的农民种出最好的芒果 要在最好的通路 我们全联能够销售给我们最优质的消费者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优惠就对了 加码优惠 这个两盒 两盒降价十元 这个是因为这是外销等级的 所以没有办法降价太多 两盒降价十元 那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我想今年的台南市芒果的故乡 也是爱文芒果 这个生产量最多的 生产量跟品质都是最好的 那国外的我们今年的外销 不管在日本 在韩国的这个销售 都会再创新高 应该到六月底就已经突破三千顿了 那在七月 这七月底 刚刚主席说了 到七月底下来 我们一定可以再突破更多更多 因此呢 我们要把好的水果留一些 给我们国内最优质的消费者 尤其在全国 一千一百家的全联的消费者 北中南都有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 能够这个火力全开 那消费者买力全开 通通把它买回去 下架我们最厉害的台南芒果 芒果营养价值丰富 有维生素A C及膳食纤维 切克强化免疫力 有益 势力保健 皮肤健康 在广大的通路下 民众可以轻松 购买到台南芒果 其实我到昨天 就才知道说 其实艾文的芒果故乡 是在台南 那我本身也是 台南新营人 那其实我 之前都很不晓得 芒果吃这么久 都不知道 艾文的故乡 是在 在 预警 今年的芒果面积差不多是一万六千公顷 那我们整个台南的面积就差不多占了七千公顷 差不多占了快将近一半的面积 那另外的主要产地就是在高高平地区 那其实台南开卖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艾文的芒果产季 快要结束 那也预请我们消费者 在七月底之前 可以尽量来品尝 错过了今年 那要赐艾文 可能要等到明年 那农粮署也一直辅导说 在 不管是国品的外销 还有国内行销 还有在 加工部分 今年都有很亮丽的成绩 我们这个合作社 主要生产的芒果 都是在外销日本 所以属于优质的供果园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全联 全省一千多家门市来上市 非常特别要感谢我们台南的市长 还有全联的全力相挺及帮忙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南的芒果 这个非常好吃 那又特别具有香气跟口味 那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台南的芒果 种在南西玉井 以及南化地区 那属于山区 那都在高山上的芒果 它有充分的日照 及排水良好 所以会特别好吃 还有我们台南芒果 从生产到采收 需要七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在果树上吸收很多大气的养分 所以说它也会特别好吃 那再来就是我们农民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专业 也是好吃的理由之一 所以给各位报告 如果到全年来买芒果 一定要选我们台南的优质芒果 要把最厉害的台南的农民 种出最美的最好吃的台南芒果 经过最优质的全年通路 送到销售给我们的最优质的全台湾的消费者 所以一起来品尝台南的优质的爱文芒果 那除了爱文之外呢 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个金黄芒果 金黄芒果是销到哪里 我们是销到新加坡 还有销到东南亚居多 但是爱文红色的往北走了 黄色的往南走 所以说金黄销售到东南亚 然后这个销售到东北亚 所以日本韩国都很欢迎 黄伟哲市长也借此推广台南国际芒果节 官方账号有吃和晚乐的丰富资讯 邀请全台各地消费者品尝极品台南味 台南王国悬连开代 请支援收场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位于台北市政府旁的机车停车格 经常是停满了状态 为了方便外送人员 与洽工民众短暂停放机车需求 台北市政府从108年起 推出限停15分钟机车格措施 不过实施多年后 停管处发现 有八成民众停放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 其中民众因为预时15分钟停放被开单的件数 去年一年有1900多件 今年到5月为止更飙升到1100件 因此停管处决定 从7月20号起将全市30处共233格限停15分钟机车格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 首次停放前20分钟免费 为了提高机车停放周转率超过20分钟则收费20元 最长可提供40分钟的停放时间 希望减少民众花时间找机车位及降低机车围停的情况发生 民众一直跟我们反映他有那个短暂的停车需求 那那个停车需求可是我们的限停15分钟的格位 那他常常又有预时停放的情形 所以停管处有经过调查 发现大概有八成以上的民众 他停放的时间大概会是在2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这次就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为20分钟 对于北市府将机车限时停车时间延长 骑机车送货的外送人员也非常认同 因为你警察如果来 像我们停那个位置就有可能被开罚单 那停这里20分钟 其实我们送餐进去出来可能不会超过10分钟 当然对我们是比较方便的 一跑一单来多少钱 你要开罚单600还是900就没了 不过停管处提醒民众 限时停车格不适用全市每日一张单 机车月票及电动机车停车免费等优惠措施 民众如果有建议新设置机车限时停车位的地点 可以到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 申请新增调整公有路边停车格网站申请 经停管处评估建议的地点符合地方需求 原则将于同一街扩范围内增设一处约五格的机车限时停车位 方便民众临时停车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几岁玻璃门后 霹雳小组全副武装进入洗潜水房 屋内搜索 压制看门小弟 工艇远警发现监控室竟然还藏有暗门 火速冲下楼歹人 其中刘信祖贤更躲进楼梯储物间 不过还是被办案人员救了出来 警方4月接获报案 有民众遭到诈骗集团以投资股票名义 陆续诈骗了1000多万元 刑事局与台北市警察局因此组成专案小组追查 进而破获这个以黑帮为首的诈欺洗钱集团 初步清查16人受害 受病金额达4368万元 这个诈欺以及洗钱的集团 是由一位刘信祖贤为首 并由一位具有邦派配警的王姓车手头 来负责指挥旗下其他的车手来提领张团 那么这个王姓车手头 他在收水之后 就会立即的将账款上缴至集团的洗钱碎房 以这样的方式来隐秘犯罪所得 那全案在收证完成之后 我们警方展开了两波的查气行动 那首先专案小组在今年的6月9号 前往台北市查获到王姓车手头等三人道案 那么另外在6月14号巡线 又前往台北市的一处洗钱的水房 来查获到刘信祖贤等六人道案 警方在现场不但收出了堵咖啡包 还有知识手枪子弹和棍棒等枪械 原来这一个对外自称望华家族的洗钱集团 不只假借水产公司设置水房购买虚拟币 协助诈骗集团洗钱 还涉嫌暴力讨债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 组织犯罪 洗钱防治 毒品危害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后续还要继续追查 斩断黑帮金流 也避免更多人受骗上当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又到毕业求职忘记 要如何在众多履历中脱颖而出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人资单位在第一阶段审核履历时 就会先太除不合适的履历 而在进入面试阶段后 求职者也要避免翻车行为 如果就履历方面的话 那包含了像是过往经历不符 或是学历不符 还有就是太频繁换工作 或者是待业期太长 在半年以上或者没放照片 这些都可能犯了这个履历的大戒 那至于面试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说当天爽约 或者是迟到 或者是更改这个面试的日期 这些可能都会踩到人资的地雷 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眼神飘忽 或者是说呢 你对职务一问三不知 或者是你这个没有看着对方 眼神不专注的话等等的 这些或者是在滑手机 这些可能都会让你的面试的时候 被大大的扣分 调查发现从面试主管角度来看 平均24分钟 就能判断求职者有没有符合资格 而求职者与面试官双向交流时 准备完整的自我介绍 以及懂得凸显个人优势 都能让面试过程有好的开始 比较必胜获得青睐的话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积极地展现出你的主动的学习力 还有你的配合度 积极性配合度高 还有学习力价的这些有三大特质的就会得到人资的青睐 那在这里有一个建议 那你必须要展现 你跟别人的不一样在哪里 就拿我身为人资主管 我通常大概就问一个问题 那你能告诉我 你会什么别人不会的吗 或者你能告诉我 你会的别人也会 但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在哪里 大概这两个问题 如果他能回答得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把这两个问题也送给年轻人 也就是你自己要展现出你自己的优势 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时薪也好 月薪也好 Don't care 不要太在乎 应该最重要的你是吸取经验 那这个经验应该是跟你的兴趣能迎合 我们常常说 这个做自己兴趣的工作 永不倦怠耐风寒 像最近我们常常在跟很多年轻人 在招募的一个过程中 那我们会发现 因为现在科技化进步得非常的好 所以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人跟人的一个互动 对以往跟以往来说 它是像下降蛮多的 所以会发现在很多跟年轻人互动的过程中 他们的一个表达能力 其实是需要在自己多练习的 反正透过表达能力的练习 可以准备一份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 那在我们的面试的一个初期 就一个比较好的开始这样 一般在收到履历表的时候 第一眼当然就是求知者的相片 那因为现在也是科技发达 那我们会鼓励求知者 第一个你的相片 不要过度的修图 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常常会有那个落差 到来应征的时候会有落差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刚刚这个统计里面包含说 你的求知的过往的履历的经验 例如说你是平凡 太平凡的换工作 也会在我们考量的里面 那再来就是有邀约面试的话 请记得不要迟到 这是我们的特别注意的地方 而面试时求知者也可能遇到奇怪状况 35岁的Tommy就曾经差点踏入陷阱 而光头发型的严先生 则是遇到一帽取人的面试官 让他产生极大阴影 当初去面试的时候 就是那个面试官就看到我的 发型是光头 他就说你 因为我印试的是业务工作嘛 他就说你这样子替光头 遇到客户不会让客户觉得很可怕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不会 因为我遇到客户的话 我就会用就是比较笑容啊 比较亲和力好一点的表情 去跟客户做交谈沟通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对 然后就进去的时候 里面都暗暗的 有点像那种地下 地下前窗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进去面试 然后有三个三名主管 然后他就是说 先叫我填写履历 然后写考卷 然后写完之后 他们就开始面试 然后就跟我说 其实他们是博弈产业 然后是维修 patching机台的方面 对 然后可是 可是在我 在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是 是某某科技公司 然后资讯人员这样 我就觉得 为什么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对 调查也发现 求职时名校光环仍然存在 有过半的人资主管表示 可以另外谈续心条件 整体而言 薪资比一般非鼎大毕业生 多出百分之八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奖牌 以及奖金一万元 给我们的 typus 一举拿下 绿竹笋 评建比赛最大奖 绿竹笋亡 即以外观为评建标准的 美笋亡 来自景美农会的 刘友高眉雪 开心分享 种出笋亡的秘诀 有时候我们会撕一些 就是我们果菜的皮 就是有机的那种蔬菜皮 然后去撕下去 吃起来就不一样 因为我都是用心在做 我们两个夫妻就是认真 就是实实在在 我们要卖给客人的是 吃的安心 然后品质能保证 这一届参与台北市绿珠笋 品质评鉴比赛的农友共有100人 台北市农会方面强调 台北市绿珠笋耕种面积与产量 虽然比其他县市少 品质却更为优良 而在发展精致农业的过程中 生产这一端是关键 因此期盼北市府大力支持 以吸引更多青年农友 愿意返乡勿容 我们强调的是散生农业 把农业的生产 农业的生活 农业的休闲 农业的所有的体验 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这一端 其他的可能都是零 所以生产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顾着 不但是我们的绿竹笋 甚至包括我们的茶叶 还有其他的山药 各种产业都是一样 所以也期待市政府 继续给我们支持 大力的配合 让我们的青年农民 都能返乡来务农 让这个产业继续能够发展下去 首度编列奖金 鼓励得奖农友的台北市 产业法案局方面强调 台北市虽然是大都会区 却也拥有农业 期盼透过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农合 成为台北市的观光农业特色 也希望与农会及农友 共同努力 让台北市竹笋 变成是一个品牌 我们一直其实都跟我们农友配合 去做所谓的农药检测 就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买到最优质 同时也是最安心的竹笋的产品 我想未来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是 让台北市的竹笋 变成是一个品牌 到五月六月的时候 你要送礼 要当伴手礼的时候 把台北市的竹笋 变成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未来我想 我们跟农会一起努力 跟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一起努力 我们去打造更精致 更品牌化的台北绿竹笋 各区农会也在现场展示 以绿竹笋入菜的各式美味料理 台北市农会强调 六到九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的 主要盛产期 现在正是品尝绿竹笋的最佳时节 即日起到八月底 包括士林区农会活力生活馆 及木榨区农会一楼 都会有鲜笋贩售 每周日在台北花博农民市集 也会聚集各区农友 展示新鲜现彩的绿竹笋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一起品尝鲜甜爽脆的绿竹笋美味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乘着风欣赏美景 还有甜点美食饮品伴手 与身旁好友来场很Chill的轻旅行吧 这是搭造成夏日节的活动之一 搭乘蓝色水路游船观赏烟火 黑游水按上灯饰 倒映在水面的灯灯相应景致 又别遗忘的码头印象浪漫又魔幻 我们在每个周三还有最后8月20号 总共有7加1长的烟火秀 所以在这段时间来到我们的大稻城 不管是在商圈或者在河岸漫步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大稻城的景致 那我们在周一到周五其实都会针对不同的客群 做一些主题日的部分 比如说饮法族啊闺蜜啊或者是亲子或者是上班族 就希望大家在不同的时段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来体验我们大稻城的美好 那这个部分还要提醒 其实我们大稻城有非常多特色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一些换装体验 或者是我们一些中药茶 这些的不同的一些特色 都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 能够在8月20号之前来到我们大稻城 我们各个商圈的业者也都有不同的优惠 大家可以运用不同的主题日 可以拿到不同的优惠特色 然后来体会我们大稻城 因为我们的烟火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河岸上放 所以从我们的淡水河往北 从台北桥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就会看到不同的风光 然后再搭配我们河岸两边的一个城市的景观 所以体验呢 绝对是跟我们的岸上不一样 就因为在岸上其实你只能看到一侧 那其实在河面上的话 你如果在河面上可以从我们 不管是从台北这一端 或者从新北这一端看的话 都可以看到比较广阔的一个烟火释放的一个景观 我们希望越以往呢 大稻城的活动 我们的情人节活动 大概都是主要都是在情人节 七夕情人节前期的一个周六 那只有一天的活动 那这次我们把它拓展成带状 就希望呢把它打造一个夏日的庆典 因为通常一个观光活动 我们都希望它不是只有一天放烟火石的 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带动这个部分的人潮 所以我们把今年特别改造成一个长达五十一天的活动 那我们当然希望越大稻城的部分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观光客还蛮多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除了这个部分 我们还希望说在河岸的部分 因为其实近几年台北市 在我们的河岸观光 其实已经有不同的一个功貌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完成 水利处刚完成一个提币的一个重新的彩绘 那这部分也是我们新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我们预期当然是希望能够带动数十万的人士 来能够在这段时间到达我们的大稻城 大稻城夏日节活动期间 每周一到五都有主题日 符合主题的民众可以获得船票半价优惠 及商圈限定优惠 合作船家也会加码安排萨克斯丰演出 为油城增添风采 那今年我们把它扩展成 从7月1号一直到8月20号 总共有51天长达这个8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那非常欢迎这个全国民众都到台北来玩 那第二个特色呢 它就是我们今年会特别加上 这个水上跟岸上的观光环境的故事 那其实本来在大稻城这个码头 本来它就我们有户归市集 像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它其实就本来会吸引非常多民众到这边来 那我们希望呢 就是在这个特地再加上这个游船 它的这个灯式的布置 还有在岸上这个灯的串联呢 让大家在夏夜到河岸来 享受着晚风 看着这个河岸上的光的景色 更能够体验到 体润到这个夏天这个氛围 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最重要 大家最主要的这个烟火 那我们在这段期间 每个礼拜三晚上 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八点半 我们会有一场这个中低空的这个烟火 它相较于规模不会有这个 八月二十号那一场那么大 但是它仍然是精彩可期 那到八月二十号那一天呢 我们就会一场这个压轴的这个 高空的烟火秀 那非常欢迎全国民众 在锁定就是在夏天的期间 到台北来玩 那另外呢 在每一天呢 就是又长达五十一天 出了礼拜三的这个 我们的烟火释放之外呢 其实天天我们都会有 蛮精彩的主题日活动 包括礼拜一 我们就是有这个 营法科只要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 你到今天 礼拜一到这个地方来 出事身份证 你就可以享有我们的这个 优惠的床票 那另外礼拜二就是 闺蜜日 礼拜三请人日 礼拜四上班族日 还有礼拜五的亲子日 这些都是只要 每一天你知道符合你的身份 到这边来 你就可以享有相对的这个优惠 那另外当然 刚刚其实市者 已经跟大家介绍很清楚 就是中间的这些 我们这个商家跟这个业主 其实都推出了 很精彩很丰富的 这个响应的这个活动 那包括有这个奇葩的 又会体验 玉衣季的体验 然后有维续派对 本草派对登陆 在岸上走逛的游客 同样能体验 岸上光环境 周边商圈还推出 不少响应活动 像是本草派对 永乐广场 稳创市集 台北地下街 夏日预一季 今年也与在地 岛内散步旅行社合作 推出精选大稻城 深度游城 认识在地店家私访故事 另外大稻城 码头货柜市集 或临近宁夏夜市 演三观光夜市 也能享受在地特色小吃 记者领席会 温宇俊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湾 参加记者会 一上台就说 今天主角不是他 是他胸前的这一只 身为三宝霸 他积极打造友善生养环境 替天妈妈们 怀胎育儿辛苦 推出好运 赌入专车补助 首创全国金额最高8000元 期间最长 让所有怀孕的妈妈 一直到生产后六个月 都可以免费搭计程车 其实今天主角不是我 是我胸前的这一只 当然很开心 能够带着三宝 来参加这一场记者会 其实今天 我们正式跟大家宣布 7月1号就要上路的 好运爱心专车 我们定名为 好运 to you 好礼 for you 怎么说呢 我们希望提供最优质贴心的孕菌 来祝所有的妈咪 都有好运气 那其实大家知道 我是三宝霸 三个孩子的父亲 当然一开始 我看着我太太 从怀孕到去产检 一度到生产之后 照顾辈子 其实每一位妈咪都非常的辛苦 我想从身旁陪着太太 生三个孩子完全能够了解体会 所以我们为了营造台北市 成为一个更友善 宜居贴心的城市 所以我们上任之后 积极地在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妈咪 能够更安心 更放心 能够愿意生 愿意养 所以我们推出了 孕妇好运专车这个服务 有四大亮点 四大好礼 第一 我们首创全国金额最高 也就是八千万 让所有怀孕的妈妈 一直到生产后六个月 都可以免费搭乘 我们各个计程车 那我们也跟很多的检车队 检车业者合作 涵盖大概全台北市 一万四千多台 所以金额最高八千元 第二 期间最长 也就是妈咪从产检 那一刻发现怀孕 开始 一直到你生产后 六个月都可以使用 其他限制大概是到生产 就结束 我们其实有听取很多妈咪 给我们的建议 因为其实生产后 妈咪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 也还会需要带着baby去检查 去看诊 打疫苗 甚至做很多的婴儿用品采买 等等 所以我们把期间拉长 到厂后六个月 期间最长 第三 申办方式最方便 最多元 台北市我们是首善之独 我们因应现在这个资讯化的社会 我们提供让妈咪从怀孕那一刻 不只是可以线上申办 实体 我们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 都可以不管到区公所 到社福中心 健康中心等 零贵办理 更重要 也就是我们跟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 也谢谢我们这些医疗院所 共同响应 妈咪只要去产检 第一次产检发现怀孕之后 就可以在该医疗院所 申请 会帮你线上登录资料 然后马上申请成功 我想这个非常的方便 第四个好理 也就是整个服务非常贴心 其实这一次我们在 推出这个好运专车的方案 我们各局处大家 共同讨论的非常多 我们也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 我们好的我们把它加强 但我们有其他县市遇到的问题 我们设法解决 蒋湾也在现场 透过台北通APP预约轿车 见面直觉性使用非常方便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们正式跟大家宣布 7月1号就要实施上路 我们希望所有的妈咪 从怀孕那刻开始 就能享有台北市最贴心的服务 我想不管是台北市外面下大雨 或是夏天炎热的太阳下 其实能够提供这样子 免费的专程接受 我们都非常高兴 同时也要谢谢车队的配合 我们这次在沟通过程 也特别请车队未来派车 我们会要求车内是不烟的环境 另外我们也请驾驶 确保整个行车的舒适跟安全 我们希望在细节都做到最贴心 最完善 其实我要在这边谢谢我们社会局 主导整个政策的规划 也谢谢包括民政局积极的协助 同时也非常感谢资讯局大力的协助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系统嫁接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个小故事 其实资讯局这是我们一位同仁 他在负责整个UNUX 就是使用者体验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马迷 所以他可以透过马迷的视角 来看整个服务的流程 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 小细节都有想到 这是从马迷的视角 所以非常的感谢 同时也谢谢我们卫生局 积极的协助我们跟各医疗院所 来谈合作 所以目前我们合作的所有医疗院所 它涵盖所有台北市过往 去产检或生产的 有大百分之九十四 未来会更多 所以也谢谢我们交通局 供应处大力的协助 我们很快速的跟我们车队的伙伴 马上加接 一起把这样的服务 做得非常的完善周延 好运妈妈们除了产检外 也方便搭车购买备孕 及婴幼儿用品 产后回诊也适用 补助签约车队有十二家 合作共有一万六千台计程车 透过APP派车简单又快速 欢迎孕妈咪们 7月1号开始就可以申请这项便名服务 记者汶郡台北报道 请节目 祝福公司协力 后车亭任养启动作业 圆满顺利 各位请留步哦 我们一起合跟影 位在基隆城隍庙前方的 公车客运后车亭 是基隆海洋城市异象的重要门面 因此基隆市政府 特别跟知名汽车品牌LASUS合作 由企业任养后车亭 迎灰色的后车亭视觉外观 展现国际品牌的质感 干净明亮的后车环境 也让民众相当有感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也变得比较好看 那以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 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 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仪啊 现在感觉 还算不错 我不是单车 我是贴在这里坐着而已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这样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可以啦 蛮漂亮啊 这次的城隍庙后车亭任养活动 由市政府交通处规划接牌仪式 在市长谢国良的规划 与副市长邱佩玲的引戒下 由知名汽车品牌 共同来合作任养 透过公司协力 提升基隆的公共空间品质 受到府会的高度认同 很高兴跟Lexus联名合作 由Lexus来认养 我们城隍庙站的公车站的一个设施 那非常感谢 他们把他们品牌的质感 跟一个设计 都融入了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未来在海洋广场 国门广场 演艺中心等 我们未来都希望能够打造更多的 亲子娱乐商业的内容 能够让观光客也好 能够让外线市的旅客人 让本地的市民朋友也好 都能感受到基隆带给大家的欢乐 那当然在融入这个品牌 所带来的意象 所以我相信是一个双赢 而且更重要是基隆的门面 因为刚好海洋广场的对面 那当时市长很希望它变得更漂亮 更国际化 所以想到了就是Lusus最好的品牌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当桌 大家看一下这个背板 我拿下道具 你看这它为了防止刮伤行人 所以它做了一个这个设备 这里 这边它的用心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担心很多这个游民 可能会在这边睡觉 所以又多加了一个这样的把柄 那这个高度 我们本来原先设计是永续海洋环保 所以是有波浪型的 那后来觉得太高 可能对年龄高的人不适合 所以别人变平的 材质最重要是晚上 它的灯光打得会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品牌 在基隆月印共荣更好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的对产品的用心 完全显示在这个上面 也代表我们新团队的努力 过去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我跟张前议长 共同争取综艺路整瓶 还有陈黄茂地下道的改善 那现在谢市府接手以后 透过公司协力企业任养 把我们的后车艇 改善得更舒适更完整 也让企业有广告的空间 也让我们市民 有更舒适的等候空间 我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希望未来市政府 或是我们市议会 可以争取更多的企业资源 来让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 可以维护得更好 让我们市民 可以在等候车的空间 可以更舒适 今天这个活动 真的是 就是所谓的共襄盛举 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后抽亭 那如果经过像类似 这样子的美化之后 我想在等车的民众 也会舒服 而且让所有的这个经过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视野的一个美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尤其有这么好的这个企业团队来 维护这个后车艇 我想这个将来我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做这个工作 那这次Lessus我们打造全新的城隍庙的这个公车后车亭 那以象征着基隆市的这个海洋城市的这个蓝色座椅 那并以高科技意向的这个银灰色的这个设置 那搭配这夜间的灯光设计 那不禁提升这个民众后车的舒适性 市长谢果良强调 感谢合作的企业发挥环境永续精神 接下来他会寻求更多的国际品牌 来共同打造基隆的各项设施 希望共同提升基隆国际港都的质感 让基隆变得更好 从外像水灯头到超间带的水生植物 还有海科馆内的珊瑚 这些作品都是以海科馆为主题 参赛者从国小国中到高中生 他们用手机记录海科之美 这次的主题呢 我主要是用那个我们基隆最有名的季节 中原季这个题材 然后去做摄影 那主要的画面呢 就是拍摄放水灯在 影机放在海面上的那个画面 那我觉得现在科技很方便啊 用手机其实摄影不再是那么 很像是很难达到的天堂一样 就是我们用手机方面 可以去记录我们生活周遭的 任何一切的事物 这是第一次 然后就想说 因为你们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拍下来记录 然后我的主题是海底的世界 就是它在怎么运转 然后就拍起来 然后也很漂亮 占地50公顷的海科馆 拥有丰富的场馆资源 和自然风景 一直都是拍照打卡热点 海科之美摄影比赛 希望从孩子们独特的视野 和角度出发 认识海洋教育 大家参与的非常的踊跃 总共有160件的作品 那么获选了一个69件 那其实我们从国小 国中高中 他们不同的这个年龄层的视角来看 海科整个大园区 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态 或者是建筑物等等的这个 美感的这个感觉 那可以看到很多作品 其实可能平常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都很少去观察到 但是透过孩子的眼中 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那打开了眼界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摄影比赛 我觉得意义非凡 那也很希望 这个我们跟吉隆 这个甚至很多的 如果这些机构 可以愿意来共襄胜举 希望明年能够再扩大 能够让奖金提高 也让年龄层能够 这个更多元一点 那希望海科之美 这整个大园区海洋生态 一个永续的环境 能够透过一个摄影展 可以在全国国民的这个视角中 可以呈现到全世界 中佳宽屏 吉隆电视 也协办这场摄影比赛 希望鼓励孩子 尝试用心去发掘 周边的美好事物 海科馆这次办的 这一个海科之美的活动 非常的棒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 尤其是这一次针对小朋友 只要是能够用手机来拍摄的话 用小朋友的视角 就可以拍出多元的 不同的一个美感 还有就是他们眼底下 所认识的海科馆 现在手机非常发达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拍出 美美的一个照片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学生的作品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美 学生的角度 平常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一些发想来自于 他们的一个天马行空 这样也许就是代表上帝的视野 也是一个绝佳的作品 我们非常感谢馆长 我们陈馆长以及我们吉隆电视台 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给学生更多的学习 手机他甚至到小朋友 可能也都已经有手机 那这次其实看得到的是 国小组的小朋友 他的视角部分 其实比我们成人在拍摄的部分 他的视角是偏低的 反而在视角偏低的情况下 他看的东西好像就长大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 小朋友看世界 跟我们大人看世界 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得奖作品将在海科馆主题馆三楼展出 海科馆透过摄影比赛 鼓励学生在科业之余或生活中 培养敏锐度和美学的视野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恋恋有爱山海城 运助我们的基隆市 112年市民联合婚礼活动 圆满成功 画面上是基隆市联合婚礼的宣传记者会 市府特别安排青年男女 担任联合婚礼的宣传大使 今年的联合婚礼 将在基隆港最美的空中花园 力都叠克花园举行 市府民政处欢迎涉及在基隆 或是在基隆工作的准新人 踊跃透过线上报名参加 限额50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 就是让新人有一个 就是可以省下庞大的筹备 经费然后也让参与的人可以一起 就是沾沾喜气这样 对对对也可以省钱 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参加的权利 就可以大家一体这样整个基隆 就可以我觉得很好 很好 叠克花园就是屋顶的空中花园来办理 这个地方是我们临近海港 非常展现出基隆港都 还有可能有机会在邮轮的身旁 来办理联合婚礼 联合婚礼用意有几个呢 第一个是我们要鼓励大家乐婚 快乐的来结婚 第二个呢 透过联合婚礼符合现代SDGS 永续环保的概念 在大家在节省我们婚礼繁杂的程序同时 基隆市政府每一年都借由联合婚礼 集团结婚的方式 由我们市长来主持 让整个婚礼非常的隆重 但是对新人来讲 以新人的眷属来讲 节省掉很多繁杂的程序 那在这边要特别来呼吁我们基隆市 在地的青年朋友 即便你是在基隆工作 户籍不在基隆 能够提出你在基隆工作的证明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 总共对数有50对 那这一次呢 我们主要是从 就是从今天是7月11号的11点钟 我们开放线上报名 然后进行为期一个月 到8月11号截止 那这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有超过50对的新人的话呢 会采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那同时呢 在过去我们上个月 有举办的那个就是单身联谊活动 有参加的报名者 也会有优先排名的这个机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这次的活动 特别感谢基隆市唯一有月老的清安工 也特别赞助了我们这次的婚礼 联合婚礼的这个活动 而今年我们会朝向于 第一个会有基本的这个参加奖 那参加奖以我们的家庭用品为主 那可能会超过一样 超两样的目标来迈进 第二个呢我们会 新人最喜欢的出国旅游啊 住饭店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餐券等等的 我们也会来做张罗跟准备 希望准备更丰富的奖品 以及参加奖摩采品 来提供给参加的联合婚礼的新人们 民政处长张渊祥特别感谢 在地团体与企业共同赞助 提供联合婚礼的结婚贺礼 与丰富的摩采豪礼 期望透过一系列的 未婚联姻活动 与联合婚礼的举办 来鼓励青年男女 幸福成家 组成美满家庭 也借此提升生育率 减少少子化的问题 记者陈淑平李亮洁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